好 下面 下面這個練習 請問你誰對 這裡面有一個有人考過的題目叫做反應時間 可以問你反應時間多久 這個圖上顯示了反應時間多久 另外問你反應時間他走了多遠 笑了多遠 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的眼睛看到紅燈 然後告訴大腦說有紅燈 大腦說你講說要踩下去 從看到到踩下去就叫做反應時間 然後就問那些問題 誰對阿 誰對 我等一下再問你21號 我等一下再問 再跟小艾強女生 小艾強女生無法 5 10號 10號 小老師大人 你選2喔 B 請坐下 你剛剛選V VT圖的面積代表位移 0.5秒開始踩煞車 0秒看到變紅燈 所以這個面積就是個長方形 長乘以寬 就叫做位移5公尺 煞車是右邊那個三角形 然後呢 一樣算位移就是底層一高 除以2 算出來是5公尺 看到 看到到踩煞車走了5公尺 踩下去又要再走5公尺 所以合計要10公尺 所以必須要超過10公尺 才能夠安全的 不被撞到的 然後才能夠把車停下來 所以我們答案A珠都是錯的 答案B是對的 答案B是對的 然後煞車後1秒已經 煞車後0.5秒 1秒1.5秒已經變0了 變0了就沒有速度了 所以我們世界選擇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叫做B 答案選的叫做B 就這樣 就是練習15 可以嗎 可以 練習16 又是個VT圖 拆成了三段 請問你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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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問平均加速度 就是只要問開始跟結束 開始幾秒速度多少 結束幾秒速度多少 代表DeltaT DeltaV 就是要做平均加速度 然後呢 是不是靜止看圖就曉得了 前進幾公尺要算 怎麼算呢 然後呢 平均加速度 剛剛講過怎麼算 解決掉吧 來 可愛大帥哥 現在要換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是誰 34號 34 誰34阿 三個 三個 達俊兄 前小老師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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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你選B2 你說一下 你答案選擇B 你替那個凱榮的嗎 這個答案是不用算了看就知道的 答案是不用算看就知道的 平均加速度ΔTΔV 計時開始速度多少 計時結束速度多少 所以前三秒0秒速度0 3秒6 所以6減0除以3 每秒2公尺秒平方 然後0到8秒 中間怎麼變不要管它 平均是不管中怎麼變 當作你是均勻的 0秒的時候是0 8秒的時候是12 所以12減0除以b 答案叫做1.5 所以珠也是對的 然後位移的面積代表位移 所以6到b秒是一個T型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 除以2算出來是b公尺 所以是對的 然後就只有b是錯的 我們以前不是唸過一個平平的 叫做靜止嗎 這什麼圖 IST圖 這什麼圖 VT圖 所以老師跟你講過 你要看清楚畫了什麼圖 先看誰是重座標 誰是橫座標 你要看誰啊 不要乾坤啊 容易亂搬家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就是b 就是練習16 就是要你看看圖 就算要算是非常簡單的計算 而減一減除一除就好 平均嘛 TiTiTiV都算出來了 面積嘛 T型 三角形或者是長方形嘛 會是ok的 就是要會的 我們前面教過的觀念 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一條直線一個加速度 直線越斜加速度越大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VT圖的面積代表 會長N變了 要給我記好 ok